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华人餐馆开始完创意肉粽 今年有餐馆或市籍商家推出饶富趣味名字的肉粽 猪乳狗布里肉粽 麻辣肉粽 三菇六婆粽 鰻鱼粽 五谷米猴头菇粽 五谷海味紫米粽等 各有不同的创意 新加坡业者表示 三菇六婆粽 多半是取其谐音 馅料自然有香菇 帝王菇与口馍 也包括咸蛋黄 绿豆与栗子等不同口味内馅 希望让食客品尝多元的好味道 端午节是华人重要的纪念节日 新加坡虽然末把端午节列为国定假日 但新加坡人仍利用今天午休时煎到咖啡店 巴沙等用餐场所 吃肉粽解馋 新加坡华人众多 祖先多半是来自中国福建或广东等省的移民 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流传至今 市场上不乏成串的福建肉粽 广东的咸水粽 潮州粽 也有小朋友爱吃的豆沙粽 南洋风味的娘惹粽 也是新马一代相当普遍的肉粽 这种粽子的内馅独特 老一辈新加坡人多半用盐碎粉香料佐以酱油 及腌制瘦肉等不同口味秘方 用冬瓜条混炒后去除油腻 爽口又甜味 再把斑兰芝交临其中 让斑兰芝的香气透过蒸粽过程 完全渗入糯米之中 南洋风味的纵香四溢 让它依然是一种糊色的